前校到場 眼前的鐵皮屋 不停從縫隙冒出大量黑煙 為了盡快搶救 消防隊趕緊進行切割 要灑水灌救 果然一切開 裡頭已經全面燃燒 這起鐵皮工廠火警 23號凌晨12點半 就發生在高雄人舞的人舞交流道附近 雖然火勢一個小時撲滅 但其中一間 裡頭物品複製一具 只剩下黑咬咬一片 目前我是撲滅有三戶三戶的 鐵皮工廠燃燒現象 白天重回現場 可以看到裡頭堆放 大批的鍋碗瓢盆 以及花器燭台 原來這是一間 婚宴布置業者的庫房 因此裡頭有大批的易燃物質 原來這是高雄一間 美食婚宴布置業者的庫房 宣傳影片看得出來 使用大量的斷帶 花卉 及布料擺飾 因此有不少堆在倉庫內的器材 幾乎全被燒光 由於接下來 就是週末假日 也讓人擔心 是否影響民眾的活動行程 不過火勢還造成 右邊的鬥志食品工廠 冷藏櫃級機具損壞 加上至少一週無法營業 恐怕損失數十萬元 另外左邊的鐵工廠 也受到波及 環境髒亂好幾天無法開工 甚至連整排的業者 都因為救災斷電 生意暫時得全面停擺 我們是隔壁 我們讓他用到的 你看這裡 不用找到的 一直走不走 可能是吃便宜機 可能也是不想到的 我們不吃 也會放兩顆而已 到底哪個環節亮澄色起意外 除了婚宴不吃業者 急著知道 其他遭波及鄰居 同樣需要一個答案 來做最後求償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鐵工廠 並且 未經營